9月28号朱正廷发文怒怼私生犯 他写道 昨天按门铃 我朋友以为是歪卖的时候 突然看到监视器不对劲 我一看真的很生气 我的朋友也觉得对他造成很大困扰 朱正廷还气愤地表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下次他会直接报警处理 同时挂出了几张私生犯的照片 照片中几名女生都戴着黑色口罩 披着头发 目的性十分明确 此微博发出后 粉丝们也都十分愤怒 并对朱正廷的举措表示十分支持 抵制私生 芒果拉新闻 理智追星呀 不倒